你在跟谁说话 跟他 他下巴点向鹦鹉 玉飘雪顺着视线看去 见到石头上一只纯色羽毛的鹦鹉 看上去十分的漂亮 好漂亮的鹦鹉啊 不知道有没有主人 我没有主人 你要是愿意的话 可以把我抱扬起来 只要每天给我吃的就好 我吃的不算太多 也不打嘴 甚至好养活 他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嘴角抽筋了 他 玉飘雪一只手还拿着飞鸟 就这样看向鹰湛然 显然在问他 这鹦鹉是成精了吗 鹰湛然也摸不清这鹦鹉 结果玉飘雪的眼光 我这里身子不大 不想力气倒是不小 居然叼得动鸟腿 不奇怪 我能叼动好几斤的东西呢 你是鹦鹉吗 难道我不像鹦鹉 外表是 但内里不是 鹦鹉若是有这般聪明 那世间的人 不都是鹦鹉了 我的族名叫苍鸭琴 至于我的名字嘛 我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 叫天涯 飞禽有双翅 自是游天涯 玉飘雪就这样 穿过鹰湛然的肩膀 看过去 那落在石头上的鹦鹉 不 是苍鸭琴 那根本就是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在书上 看到过你 苍鸭琴 没听说过啊 玉飘雪实话实说 对于被人这么无视 天涯一点都不好奇 别说你们外面的人 就是云雾岛 也没什么人听过 苍鸭琴三字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云雾岛的人 云雾岛是被怨气封印的 这里的人身上 总是会带着一股子 被封印的气息 你们身上都没有 你好像知道很多的样子 苍鸭琴这一族 而今只能在云雾岛有 我们生来便聪颖 能看透凡人 寿命能与人同长 虽不能长生 却能不老 知道什么并不甚奇怪 阴湛人发现 这天涯是故意在跟他说话 便接了下去 什么叫看透凡人 就是人之本 这世间万物 为人最灵 为人最尊贵 人是天地间 最纯准的生物 却无奈这世间 人实在是太少 有的人是豺狼 有的是毒蛇 总之人甚是少 又或者说 我能看透人之命 有的人贵命 我便看到皮修 有的人贵贵 我便看到乞丐附身 哦 原来这样 那你说说 我是什么 你啊 你是凤 我明明是个男人 你怎能说我是凤 雄凤雌黄罢了 且这凤尊贵 自也是你身份贵重 出身天重 那你说说 他是什么 麻雀 凡无罢了 不过 却是你的贵人 玉飘雪的确知道 自己不会尊贵 但是被这么说 心里肯定是不爽的 不过又听到 说自己是 阴湛然的贵人 心情一瞬间 又好了一些 可不是 自己不就是 他的贵人吗 若不是自己 他这次必死无疑 才不可露白 才艺不可 你莫不成要做 那湿了牙的像 砍了脚的路 外人来云雾岛 得花不少心思 且能进来 必然是有本事的 我能助你在云雾岛 行事方便些 待你离开时 顺手带我一族走 何如 一族 莫不成云雾岛 有大事发生 是不是有大事 我不知道 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要想你也知道 封印一事 那三百六十五名女子 死不瞑目 满心怨恨 这些岁月更是剧增 这怨气继续下去 云雾岛早晚被怨气吞噬 人心也变得恶毒 末日不过早晚 不会 云雾岛不会灭亡 云雾岛在还没有 被封印的时候 便有了一个寓言 你要听吗 我若说不 那你岂非接不下话了 就像刚刚 你明明就是故意来找我的 却又不肯靠近 若不是我去找你 也没法继续说话 你这人可好生没趣 罢了 那我告诉你便是 那寓言许多年前便有 那时候还没有封印呢 蝴蝶引玄凤 末日随风来 欲火破茧日 麒麟对面开 玉瓢雪嘴里在吃东西 心里却在想 这寓言前两句很简单 蝴蝶指的应该就是蝴蝶草 既然阴湛然是凤 那这玄凤自然是它 它也的确是为了蝴蝶草而来 而末日 是指阴湛然的到来才有末日 应该是这样吧 只是这后两句 欲火破茧日 麒麟对面开 这是什么意思 玉瓢雪不懂 偏过头看着身侧的阴湛然 她闻风不动 自然也猜不透心思 那些新娘子的怨气 真的是重吗 天涯顿了顿 感叹地开口 阴湛然也在揣测 最后一句寓言的意思 却也不懂 这跟麒麟有什么关系 却又听到天涯这话 便从怀里掏出那女鬼给她的发丝 你是说这个 是啊 你留人家女子发丝做谁 她们请我离开时 带她们的魂魄走 原是如此 所以你以为她们转世投胎去了 怨气没了 云雾岛便无事了 难道不是 她们的尸骨还在啊 你只是带走了魂魄 这阵法风下 其中阵眼就是那些尸骨 这么多年来 怨气浸染下来 魂魄虽走了 但尸骨作为阵眼依旧存在 那些怨气附在尸骨上 云雾导致末日 不过早晚吧 因战然闻言面色一沉 眼神更加地晦暗 将手里的发丝放回怀里 云雾岛的封印不能解 是吗 阴战然嗡了一声 云雾岛不能解除封印 那么就只能任由阵法的延续 也就是说会有一天 出现天涯口中的云雾岛末日 我走的时候 你若是要跟着 也无妨 但我不需要你帮助行事 公子 玉飘雪总算是追上了人 嘴里含着肉 一嘴地油腻 说话都不顺清楚 边走边吃 像什么样 殷战然看见他这个样子 有些不悦 不过倒也没生气 嗯 他鼻子轻出声 一面拿出一块手帕 玉飘雪有些不好意思地 接过手帕 古人很在乎礼仪形象 不然也不会有 战如松 坐如中的说法 谢谢 他突然想起 昨晚被殷战然抱着 从暗道过来的时候 他紧紧地被他搂在怀里 还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 当时太紧张 没有注意 这会儿 因着手帕倒是想起 昨晚他身上的味道 是很淡很淡的香 若有若无 你在想什么 啊 没 我没 正在尸神想着 昨晚被他抱着 占便宜的事 却被殷战然一句问话 弄得跟做贼似的 因为 他刚刚之所以 想起昨晚的事 就是因为这手帕的香味 勾起了回忆 一时间很是尴尬 哎呀 天色都亮了 赶紧走吧 玉飘雪心欢尴尬的 都不敢去看他了 六点钟起来的 吃了东西 吹了牛 这会儿都七点了 初春的早上 天色淡淡出现 鱼肚白 在暗蓝色的天幕下 更显纯净 公子 才想起人不见了 我还以为 你要走到百草丰 才会想起少了个人 走了上来 正好站在他面前 殷战然觉得 他这个娇小的个子 看起来很是瘦小 尤其是往自己面前一站 他觉得自己简直像看一只小猫一样 你走前面 他低着头甩甩手开口 都是你走前面 突然前面没人 有点不习惯 走吧 殷战然听到他的话 便应了身往前走 但他这次却放慢了脚步 公子 说 那个 敏公子跟你好像关系不错啊 他问的其实很委婉了 因为在新婚当日 罗盛和几个王爷前来的时候 殷战然就提过一次 敏少姑是他弟弟 而之后在十五那晚 敏少姑曾开口叫过他一声大哥 小心 啊 什么 啊 这就是不看路 殷战然一面说 一面在他面前的一团草地上坐着 盘着腿 玉飘雪疼得恨不得揍他一顿 因为太疼 开口的语气也不是很好 你当时就不会拉我一把吗 你问我问题 我要回答你 但是我不喜欢边走路边说话 那现在 不是可以坐下来说话了吗 玉飘雪在心里问候了他祖宗一百遍 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他带着一腔怒气 一屁股坐在地上 也不管地上干不干净 就学着殷战然盘腿坐着 两人正好面对面 我跟少姑 我们的关系不是不错 而是非常之好 玉飘雪差点吐血了 你知道我要问的不是这个 可你就是这么问的 玉飘雪发誓 如果不是见识了 殷战然标函到恐怖的武功实力 他一定会冲上去 用手术刀 在他身上划上摆来刀 我记得你说过敏公子是你弟弟 然后十五那晚他开口叫你大哥 但是平时他都是叫你王爷 你们的关系看起来 更加地像是上下属的关系 这件事几乎是人尽皆知 你不知道 他倒是有几分疑惑 因为这件事是他人生中仅有的一件 能被人拿来攻击的事 可他凭着实力 让那些拿这个事攻击他的人都闭了嘴 我不知道 少姑是我弟弟 异母同胞的弟弟 那 为什么他不姓殷呢 他本就不是殷家人 可他不是你异母同胞的弟弟吗 面对玉飘雪似有些咄咄逼人的问话 殷战然瞬间沉默 将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落在两人中间的空地上 我母妃封号是敏妃 当年 先生在我 七岁那年 母妃有孕 可就在母妃怀胎五月的时候 被人揭发 母妃与人有染 肚子里所怀的 并非黄丝 皇帝的妃嫔与人有染 那 那我也不可能活着 甚至 少姑是绝对不能活着 对吗 殷战然接过他没有说完的话 也抬起头 重新将目光落在他脸上 我母妃 是父皇的宠妃 不管宫里还是房间 一直都说 父皇振爱母妃 虽然那时我才七岁 但至今想来 见过的女子不论多少 皆无一人 有母妃一半自容 玉飘雪看着她 更多的是在听 看着她一双薄唇轻轻的抖动 想来也是 都说子随母 你和敏公子都长得这般好看 那敏妃 自然更是角色 是 不然母妃又如何宠冠天下 甚至 再与人有染 怀了他人孩子还能活着 而少姑 就是父皇不忍伤害母妃 才准许活着的 但她非英家人 故而 便以母妃封号为心 原来如此 敏少姑 敏妃 我能想象到敏妃会有多漂亮 让身为一国之君 渐进天下角色的君王 也能容忍至此 玉飘雪微微叹息 真的是红颜薄命 不对 后宫清亚一向血腥 那当年敏妃既然宠冠天下 会不会是有人陷害她呢 母妃 她承认了 承认 少姑不是父皇的儿子 殷战人的语气 第一次在跟玉飘雪 说话的时候 有了起伏 她的语气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竟然透着一股子 绝望的无力 当时 皇后为了保住皇家颜面 令人赐独久于母妃 我那时小 并不大懂事 却也知道事情严重 便立即跑去告知父皇 她匆匆赶来 母妃却已经被冠下了毒酒 父皇虽令太医救下母妃 但 少姑却因为毒入母体 伤了身子 才用每月十五 说剧毒蚕食之苦 而母妃 也在少姑出事之后 求父皇留她一命 父皇答应了 可是当天晚上 母妃却自意了 多少年了 二十年了 这是二十年 她唯一一次开口 说起这件事 知道我为什么 要亲口告诉你吗 因为我既然问了 就一定是好奇想知道 与其 我从别人嘴里 听到对你 尤其是对你母亲 和弟弟的羞辱 不如你亲口告诉我 殷战然嗡了一声 她说得一丝一毫 也没有错 不管如何 她是我母亲 永远都是 少姑是我弟弟 也永远都是 我不恨他们任何一人 可是 我还是觉得奇怪 敏飞既然都已经是皇妃了 她为什么还要做出 与人有染的事呢 而对方既然能认识 深宫中的女子 也断然不会是庶人 必然知道敏飞的身份 难道那个男人 不怕被诛九族吗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因为当年母妃咬死 都不肯开口 她只求保住我们兄弟二人 所以 她选择了死 换他们的命 所以 我一定要救少姑 原本我有个心思 但我没打算跟你说 不过而今 既然这件事 我也经过告诉你了 那这个心思 我也可以告诉你 听到这话 玉飘雪好奇地抬起头 看着她 只要你治好少姑 让她可以平安健康地过一生 你可以一辈子 做你的亲王妃 一辈子想不尽地融化富贵 我之前在百草峰上 说的话作数 你永远是 宣王府女主人 两侧妃四夫人 我都可以不要 我不喜欢千人情 我还给你 玉飘雪看着她 难得地讲话挑明 看来她之前的猜测 没有错 只要救好敏少姑 那我 她开口 却又骤然停下 说 见她欲言又止 殷湛然便叫她说出来 可是她一开口就后悔了 她是想跟殷湛然谈 能不能将她说的这些名分 换成一封修书 我 她在想着怎么圆过去 一抬头 正好对上殷湛然 看着她的脸 她顿时又想起 昨晚她抱着自己 在暗道挤走的场景 想起她身上淡淡的香味 一霎间便红了脸 慌忙将头低下 你一马 脸红个锤子啊 玉飘雪 你怎么搞的 前世怎么说也是个老司机了 怎么现在纯情成小清新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的反应很奇怪 不是 我 闭嘴 玉飘雪这要解释 却被殷湛然打断 随着一根谎声 她只觉得身子一晃 人已经站在路边一棵高大的杨树上了 有什么问题吗 虽然玉飘雪也看到那马车的不对 但是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那些人的衣服 这不是护卫队的那些人吗 就是 去抓花四锦的那些人 对 看来她已经被抓了 就在那马车里 可是我听那些人说 不是要将她暗中求见吗 她身上的伤很重 加上当时我们离开并不远 并遇上了这些人 所以他们要带花四锦回来 应该是要走大路 也就是 我们走的那条路 可现在 他们却走了这条 鲜有人行的路 显然 是在掩藏他们找到了圣女的事 玉飘雪嗷着脱长尾音 原来是这样的 那他们走的方向 应该是水木山庄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二公子不可能只派了一队人 去找寻圣女 为了将人藏好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人藏在 二公子的眼皮子底下 正所谓灯下黑 便是这个道理 殷战然将玉飘雪没有说完的话说了出来 他按了一下眼睛 他还是挺聪明的 只是不大会算计人 别说话了 这些人身上都有武功 路就在下面 小心说话被发现 一声淒烈的惨叫滑破了静谧的时空 玉飘雪跟被灵池一般撕心裂肺 反手一甩 殷战然眼急手快抱着人一个闪身 几步便移到另一旁 放肆 竟然敢拦护卫队行踪 将这二人 立即就地格杀 那队长当机立断地下了杀令 殷战然手里一条柳枝为剑 打散了围攻而来的人 一个悬身落下 散开的人立刻围上 殷战然趁机掌力一推 送了玉飘雪一程 直接将人送进马车里 那些人见玉飘雪进了马车 顿时便转移了中心 想要去拦截 却被殷战然几箭挑翻 而被送进马车的玉飘雪 果然不出意外 见到了晕倒的花似井 都别乱来 不然我就杀了圣女 玉飘雪在马车里 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自己装腔做事地吼着 吼了半天 发觉根本没人搭理 缩头缩脑地 从马车车帘里 冒了个脑袋出去 那样子看起来 别提多猥琐了 你 玉飘雪叹了脑袋出去 这才看到 除了殷战然 其余的人都倒在地上 看来是都晕了过去 我还想截着花似井 威蝎他们呢 我送你进马车 只是因为这里面安全而已 对 对不起啊 刚刚我 真的 手如何了 殷战然倒是没有生气 反而下巴一指他右手 他抬起手 手背上火红一片 都是刚刚被扎的 这东西无毒 不过 你可以用酒清洗一下 敷点药便好 殷战然倒是真的没有怪他 毕竟事发突然 玉飘雪嗷了一声 听起来十分地委屈 伸手从医药箱里 拿出酒精 直接淋在右手背上 算是清洗 不生药吗 不用的 他还是有些心虚地摇头 殷战然嗡了一声 见他畏手畏脚地 站在自己面前 在宫里当你二妹 收拾嫔妃式的气势 哪儿去了 别一副畏手畏尾 拿不上台面的小家子气 他看着玉飘雪 这个样子就纳闷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怕成这样 我 刚刚不是故意的 我没准备 我 你功底不全 要是因为这个受伤 我挺过意不去的 我以前也被扎过 没事 这里有马 我们骑马走 你会骑马吗 他一句话转移了重点 玉飘雪点点头 他是军医 怎么可能不会骑马呢 牵过马 殷战然却将目光 落在马车上 玉飘雪正好看见 他的目光 看来 我们真的需要花四锦 知书那件事 百草风肯定是有准备的 嗯 上去吧 原来你会赶车啊 亲王赶车 我这不是比皇帝的待遇 还好吗 赶车有什么不会的 你要觉得待遇好 就坐着 他不紧不慢地开口 似乎并不在意他的调侃 对了 你刚刚说 你也被扎过 嗯 之前出征时 路过一片大树林 里面这种东西多的是 从树林里过 那些火辣子 就从上头树上 跟下雨似的吊 全身都是 有的还从衣林里面 滚进去好几只 全身滚一遍 殷战然说得轻轻松松 身边的玉飘雪 听得全身都抖了起来 尤其是那句 从衣林滚进去 全身滚一遍 那得出人命吧 想到这些 他忍不住地 又好奇偏过头看着他 他的五官 实在是冷峻地过分 身遂如刀客 而显得不近人情 你喜欢偷看 啊 没 被人抓住的 玉飘雪 慌忙转过头 这个人难道 全身都是眼睛 明明在赶马车 也能知道自己在偷看他 我进去看花四锦了 他一面说 一面心虚地往里缩去 但花四锦 他刚刚已经看完了 这会儿能看什么呢 干脆 就自己歪倒在车厢里 因着睡眠不足 这会儿在车厢里一倒 迷迷糊糊地 竟然就睡了过去 当平缓的呼吸声 传进他耳朵时 他的心里 也跟着这节奏跳动 玉飘雪其实人也挺好的 而且到底是嫁给他的人 他想 就这样留在身边也没什么 不然他一直不成家 也总是招人惦记 只是 敏飞的事一直在心头 他想 若是有一天 玉飘雪背叛他 他一定会杀了他 到 到了 他才睡醒 声音有些软软的 其实马车停了好一会儿了 因为玉飘雪睡着了 殷战然也没叫他 这会儿他倒是自己醒了 他怎么办啊 玉飘雪揉着眼睛问 他跟殷战然上山 花四锦受了伤 是肯定没法走的 殷战然似乎没有打算上山 而是进了马车里 他手里不知何时 拿了一片叶子 反手飞机在他身上 随着一声英宁 花四锦皱着眉头 似乎很痛苦 睁开眼 入眼便见到 殷战然在眼前 眼里的痛苦 一瞬间便换成了笑 让玉飘雪看得郁闷 这变化也有点太大了吧 是你 真的是你 你别乱动啊 你小腹还有伤呢 你又救了我一次 这可让我如何回报 不如 我以身相许嫁给你吧 花四锦还真的敢说 玉飘雪发觉 女人的胆子其实不小 真的 那个 姑娘 我 我还在呢 玉飘雪赶忙开口 反手指着自己 自己这个正事还在呢 她这凑过来要嫁 是个什么情况啊 我是云雾岛圣女 而你之前救过我一次 既然这样 那我便不嫌弃 嫁瑜公子 你我姐妹相称 玉飘雪一口气堵在心口 要不是眼前这个人是个病号 她非活撕了她不可 我说姑娘 你好好一个姑娘家 干嘛这么自甘堕落 非要去跟个有妇之夫 扯不清啊 我这个正事还在这里呢 你就在那里说什么嫁不嫁的 你知道什么叫嫁吗 妻 那才叫嫁 怎么 你想她休了我娶你啊 还什么你是云雾岛圣女 你是圣女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哎 你要不要脸啊 怎么你要跟我抢男人 我还要感谢你看得起我是吧 我说你好好一个女孩子 怎么什么不学 非要学不要脸呢 我说你好好一个姑娘家 怎么就不知自爱呢 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 哪里来的吗 家里是干什么的吗 你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 就嚷嚷着要嫁 你是多缺爱 多没自信 多么担心自己嫁不出去啊 玉飘雪气呼呼的一通臭骂 这个花四景实在是太可恶了 不管怎么说 她跟殷湛然都是夫妻 她就这么恬不知耻地 开口说要嫁 还一副 我嫁给你老公是看得起你 这逻辑 玉飘雪整个人都要怀疑人生了 你闭嘴 谁许你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云雾岛圣女 是高贵的存在 再说了 你和公子真的配吗 山鸡能配凤凰 或许你的确出身高贵 不然公子也不会娶你 大十年也应该有自知之明 什么叫我出身尊贵 你该不会是以为我家很有钱很有权吧 她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夸四景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她跟玉飘雪算是撕破脸了 若不然呢 就凭你这滋容气质 也配嫁给公子 看你那畏首畏尾拿不出手的样子 就算是出身尊贵 只怕也不是正事所出 要么就是外头的私生母 我呸 见过不要脸的 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就你那脸皮 厚得都能刀枪不入了 我说 你是不是私生女啊 不然你怎么开口就是这话呢 考了半天 你才是外头养出来的 怪不得这么不要脸 没人要去抢人家的有负之夫 怎么 你不服啊 对啊 我就是家里有权有势怎么了 你要是不服 你现在就去死 下辈子投个好胎 也变得有权有势啊 玉飘雪可不是包子 被人骂了当然要还回去 这个花自己骂人没逻辑 张口就来 玉飘雪也跟着乱骂 她平时是高高在上的圣女 哪里受过这样的谩骂 一时气的指着玉飘雪的手 都是颤抖的 转过头 看着端坐在一边 看他们吵架的阴湛人 公子 你妻子这般蛮横 你为何不羞了她 哼 我蛮不蛮横是我的事 你个外人掺和什么 羞不羞我关你锤子个事 玉飘雪大骂 殷战然见她气得脸红脖子粗 便拉着她的袖子坐到自己身边 居然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顶 刚刚她想要插腰跟花四行吵架 结果好几次撞到车厢了 这般激动作甚 她骂我 哼 果然是养在外头的野种 别的不会 就会去男人那里告状 花四行很是不屑这种告状的行为 却忘了自己刚刚冲着殷战然 骂玉飘雪蛮横 不也是告状吗 殷战然正在安抚玉飘雪的手一愣 眼里戾气生疼 玉飘雪被这戾气吓得一愣 花四井不该骂出野种这个词 因为敏少姑的原因 殷战然对这个词十分的厌恨